乾隆的后宫,有这样一位拥有传奇人生的后妃,他27岁才入宫,但却备受恩宠,到底是谁呢? 又什么原因让乾隆如此宠爱他呢?这里是妙文史,今天与您分享乾隆皇帝后宫这位妃子的真实原型,进一步了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在多部清朝影视剧中,他都有出场,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《还珠格格》中,他与蒙丹私奔,最后化蝶而飞,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都称他为湘妃,但历史上的他是乾隆皇帝的荣妃,名叫何卓法蒂玛,是维吾尔族人。 也是清朝时期回部首领之女,何卓氏在入乾隆后宫前,就已嫁给何卓墓室的霍吉战,后来他被霍吉战修气,直到清朝平定何卓墓叛乱后,何卓氏作为拜访女眷,才被带回京城,入宫后还被封贵了何贵人,乾隆之所以会拿何卓氏为妃,完全是因其回部首领之女的身份,属于是一场政治联姻。 而且此时的何卓氏已二十七岁,在那个时代,秀女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,二十七岁的年龄,早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。 此时的北京,冬天既干燥又严寒,乾隆千方百计。 从南方移植过来的荔枝树,眼看着到了季节,却迟迟不结果,而在何贵人入宫之后,竟然接出了数百颗荔枝,这让众人觉得是何贵人带来了祥瑞之兆。 因此,何贵人在入宫后的第三年,被禁封为戎荔枝,乾隆还在南巡之时,带上了皇后以及三位妃子。 其中就有戎荔枝,在南巡途中,乾隆怕戎荔枝吃不习惯,还命人特意给戎荔枝制作了八十几道家乡特色菜。 为什么乾隆会对嫁过人,而且入宫时已二十七岁的戎荔枝,宠爱有佳呢? 我们或许可以从戎荔枝相貌复原找到答案。 戎荔枝有着和汉族与众不同的面貌,她皮肤白皙红润,鼻梁高挺,眼窝深邃,瓜子脸,嘴唇烟红。 乾隆确实是位花容月貌的美人,乾隆后妃中,不乏有美貌出众者,但戎荔枝不仅面容娇好,更带有异域风情,因此受到乾隆特别的宠爱。 乾隆也有几位不是满汉民族的妃子,但只戎荔枝一人,被允许穿着自己民族的服饰,从衣食住行,方方面面,都体现出乾隆对戎妃很是关心。 也可以看出乾隆对其宠爱程度,五年后,乾隆将其尽封为荣妃,还赏给她许多满洲的服饰珠宝的。 后来庆贵妃和纳拉皇后接连离世后,乾隆痛心不已,便下令不再立皇后与贵妃之位。 所以,这是乾隆后宫中,妃位就是最高等级,而荣妃就是其中之一。 乾隆五十三年,荣妃病逝于圆明园,享年五十四岁,传说,在她离世后,年近八旬的乾隆痛哭不已,内心十分悲伤,古人讲究死后魂归故乡。 乾隆也想过将荣妃送回新疆进行安葬,但荣妃作为清朝后妃,根据清朝组织,她只能被安葬于皇家的后妃原寝中,乾隆所思又想,便想出了一招体身计, 让木工用木头仿造了一个与荣妃面貌极为相似的荣妃。 恰巧,荣妃的哥哥也已离世,他便将这两具遗体送回新疆,进行安葬。 现在这个墓,被后世之人称为香妃墓,坐落在新疆喀什。 荣妃为何多次被称作香妃,最早出现香妃的记载,是在光绪十八年,西疆杂术师的附录中有提到。 香妃妃,乾隆时期喀什嘎尔人,身有一香,1914年,故宫陈列的一批文物中有一女子戎装画像, 这幅画像有写,香妃是来自回部,美貌出众,天生就身有体香,所以被称为香妃,关于香妃身有一香的传闻。 如今的我们都知道,肯定是夸大香妃身上的香味,因为每个人可能会散发自身专属的味道,但也不能排除是使用了带有香味的护肤品和化妆品。 这对于乾隆后宫其余的嫔妃来看,这位抑郁而来的荣妃,确实是位狠角色。 乾隆对于荣妃这位外族妃子,很是喜爱,对她也是有许多的特例专宠。 荣妃也是因带有抑郁风情的美貌,让她能够在27岁入宫后,还能成为乾隆的宠妃,还能在皇宫中安稳度过她的一生。 在乾隆帝眼里,香妃是天外来客,是一语珍宝。 她身上特有的香气,更是人间奇迹,俗话说,百闻不如一见,等到她站在自己的面前时,见惯了天下美色的皇帝,也禁不住怦然心动。 她带着天山的袖色,带着一诚的风情,亭亭玉立,似天山上盛开的雪莲,又如草原上木放的野花,端庄高贵,而又娇艳无华。 从她身上飘来的阵阵香气,如平静海面上的涟漪,细碎而又柔和,又如辽阔草原上的木戈,昂扬而又悠长。 那迷人的香味,扣动着心弦,击打着欲望,摇晃在人们的心田,吸引着人们的眼球,走近之时。 便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,令人心醉,仔细端下,只觉得千娇百媚,难以言喻,女无美丑,入宫见度。 乾隆帝对香妃是那样的一往情深,同时对香妃又是别样的宽容。 其他嫔妃是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,她们不明白,一个在嫁的寡妇,一个抑郁的女人,有什么值得皇帝那般的痴迷,她们也搞不清楚。 那个娘们,有什么绝招妙法,让皇帝对她如醉如痴,她们嫉妒,她们迷惑,她们便挖空心思,要除掉香妃而后快。 那些成天吃了饭没事做的女人,便不约而同地找到乾隆帝的母亲。 也就是皇太后静谗言,说香妃身上的香味是妖气,她用妖气迷住了皇帝,如果不加劝阻,将危害龙体圣安。 等到乾隆帝得到太后召见香妃的消息,赶到后宫之时,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,乾隆帝悲伤不已。 最后决定以非礼将香妃关国,送往故乡安葬,香妃信仰伊斯兰教,所以在她的棺木上特地刻上。 古兰经的经文,以前所有赏赐一并予以陪葬,另有大量赏赐。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环珠格格里,小燕子引蜜蜂,香妃引蝴蝶的场景,一部环珠格格不仅捧红了其中的几个主角。 更捧红了香妃,从此香妃进入大家的视线,来自异域的绝代佳人,扑朔迷离的绅士,能引蝴蝶的一乡,离其死亡和死后的陵墓,构成了一个个谜团。 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,关于乾隆皇帝的这位宠妃香妃,历史和野史均有不少记载,其中野史居多。 乾隆皇帝极其宠爱香妃,曾两次东巡,一次南巡,都让香妃随势在侧,甚至七次到热和行为打猎,也都是香妃在庞帝见识,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殊荣。 香妃真的能引蝴蝶吗?这是每个看过环珠格格的小伙伴都一度向往的。 据现代医学研究,体香是人体内分泌挥发的结果,与基因遗传,饮食习惯有些密切的关系。 而香妃是否能引蝴蝶,这个无从考究,但香妃肯定是香的,古诗皇帝为妃子起的封号都有其特别的意义。 假设香妃由于一半的遗传基因问题,刚好与回族的某些食物产生了反应,挥发出蝴蝶喜欢的异香。 能引蝴蝶便不是一件奇怪的事,就像有人一个月不起头,苍蝇会围着嗡嗡飞一样。 就目前为止,人类的基因问题还是个谜,关于香妃死后葬于何处,也史上有三个记载。 1. 北京陶然亭北的香种,这个墓址,完全是因为一首诗词,被世人和香妃扯上关系。 在墓旁一杯石上刻着,浩浩愁,茫茫节,短歌中,明月缺,欲语加成,众有碧血,碧亦有石剑,血亦有石面,一缕香魂无断绝,是叶,非叶,化为蝴蝶。 这本是一首极度悲凉的诗词,在香妃被太后堵死,不得善终的基础上,被认为是香妃墓,香魂,蝴蝶,都和香妃吻合。 但实际上,香妃并不是太后堵死的,史料记载,太后比香妃早逝世十一年,故此墓不是真正的香妃墓。 不过,此墓最终也因香妃而闻名,被称为香种。 二,新疆喀什是东郊的浩瀚村,这地方埋着香妃的外祖父和他的父亲。 据传乾隆皇帝派出66666个人马,护送香妃遗体回家,途中棺木不能落地,等到了新疆喀什,万人队伍只剩六个人。 除了后人因皇帝的宠爱觉得会让香妃遗体埋葬故里之外, 此墓无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是香妃墓,但因香妃墓始终是个谜,此墓便越来越有名气,被称为新疆香妃墓。 三,河北尊化青东陵,此处是乾隆皇帝玉陵妃原请。 青东陵文物保管所几度整修了被自然灾害和盗墓所毁坏的香妃墓,清理香妃墓室后,发现香妃的的棺木有果无关,清朝的葬礼制度。 皇家人死后的棺材皆为两层,内为棺,外为果,而香妃的只有果,没有内里的棺,果的四面镌刻着阿拉伯文,皇帝其他妃嫔则刻的藏文或者梵文经咒。 史学家推测可能与民族宗教信仰有关,具体情况有待研究,喜欢香妃这个历史人物的朋友可以去这三个地方分别看一看,其中当然是新疆的墓比较有特色。 典型的伊斯兰教股建筑,瞬间会有穿越的感觉,也别忘了,真正的香妃墓在河北哦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